另外有網友問國美是否要發力 是否可以復甦呢? 我覺得國美未必是這麼強的 看看你有沒有買到 還是你很想駁進國美 不是說完全不可以 但不是說特別有一個好的利好消息出來 有什麼消息呢? 他就說未來18個月 他可能繼續擴展門店的規模 但這些是一直都在做的 但你是不是很刺激到整體公司的表現呢? 現在其實在說你到底電商方面 能不能追得回你 你底下那些其實都要做的 但不同了以前 以前你真的要開很多門店 有一個線下的網絡 這樣就很值錢了 但現在你壓你之後 其實現在全部你都在說一個新零售 你在網上和網下是怎樣結合的 不是你只是開多一些門店 就行了 就不是那一回事 就算你有一個平台也好 你下面其實背後的後面 其實真的有很多東西要配合你的物流 又要怎樣運送 你的存貨管理又怎樣去做得到 以及你客戶體驗的資料方面 其實你怎樣去處理 然後你可能不單止你那個網 另外你那個微信那個客戶經營 現在他玩得是複雜了很多 他能不能夠真的做得到呢? 就真的要看的 雖然有一個擴張的計劃 今天就刺激了股價 就達到7.5% 是不是真的能夠轉勢呢? 我有初步去看 我寧願就是你用一個短期 可能是一個技術性 可能是反彈的一個部署去做 沒有想著它是一個中線的可以向上 這些位置純粹是炒之前的創辦人 他可能是出來持有一個大旗 但事實上他都很理成 那些市場都是回回來 然後回回來之後 其實都很紮幅 那些成交亦相對上疏落 今天這兩天 看到成交叫做好一點點 也看到一夜就抽回上去 如果所謂你要買 你去撐這個股 我寧願你短期去搏 這樣就算了 你去搏 你去買進去 即是控制住馬小住 萬一吃完今天的升幅 這樣做 寧願就走人 因為你這樣放回回來 他有機會繼續還行 叫做已經好了 那很大機會 抽不到上去 他可能要破之前的底 再沉下去也不奇怪 如果你吃完今天的升幅 穿上底 但你也不只吃虧的話 有機會很大機會 可能拿回一元 這些水平 才會再找到支持 你不只吃虧 就變成沒有就步 所以 其實初步 如果你真的想撐 國民的零售 寧願就抱一個 比較短線的心態去做 或者原來你是打算找一些中線的東西 去坐的話 那我就撐回第二隻 或者你今輪再看看 一些SAS股 如果金一落其實真的不穩定 一下就一會 其實原來又是散散的 我覺得可能是又調整了十多個% 你又撐回那些股 或者你等到下一輪 看看會不會有機會 就整股完 再上 你就再去買那些股 我寧願就是那些 你都可以坐一坐 中線來說 你撐回上去 甚至乎你坐三幾年 破到頂 其實也不是說難事 其實有很多 其實都靠近回到頂 這個 是 我沒有 我Just 忘了 但是 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